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谭若宜 新闻一开始 先带您快速浏览 关于北美地区新冠病毒疫情的最新消息 纽约市将于17日起关闭娱乐场所 纽约市宣布将于周二17日起 关闭酒吧 野店 电影院 小型剧院以及演唱会等相关娱乐场地 直到另行通知 纽约市市长也签署了一项 关于餐厅内用餐以及外带的行政限制令 美股开盘大跌暂停交易15分钟 道指下错2997.1点 跌幅达12.93% 即使美国联准会降息至零利率 美国股票周一开盘之后出发熔断 两周内第三次暂停交易长达15分钟 道指今天下错2997.1点 跌幅达到12.93% 避免新冠肺炎病毒扩散 CDC建议取消50人以上的聚会以及活动 美国疾病防疫局建议 全美于未来8周之内取消或者延期 50人以上的聚会以及活动 以避免新冠肺炎病毒扩散至社区感染 此项建议没有包含日常的教育以及商业营运 加拿大宣布外国人入境禁令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今天宣布 加拿大将禁止外国人入境 禁令不包括加拿大公民直系亲属 永久居民 外国外交官和机组人员 以及美国公民 两名法国议会议员感染新冠病毒 法国下议院两名议员表示 他们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 英国演员伊卓艾斯艾巴 筛检结果呈养性 继影帝汤姆汉克斯 前007邦德女郎 欧加科瑞兰蔻之后 新冠肺炎疫情再度燃烧到娱乐圈 曾经被选为全球最性感男人的 英国演员伊卓艾斯艾巴 在个人推特表示 自己的筛选结果呈养性 纽约自由女神像无限期关闭 由于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担忧 自由女神像国家纪念碑和爱丽丝岛 已经在今天停止营运 重新开放日期尚未确定